双猫小鬼咱们都知道 在受到临界伤害的时候会炸开来 变成两只小鬼僵尸 就连恶龙小鬼都能秒杀的热辣海藻 双猫小鬼啃时候都会炸成两只 看来这个炸开能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哪些植物能够秒杀双猫小鬼呢 先试试吞噬的植物吧 大嘴花呢 直接吞掉了 那不用说金铲菇肯定也可以 生花豌豆呢 也是直接吞下 我感觉吞噬内的都没问题 橄榄坑可以 暗影豌豆缩地可以 那么暗影草呢 也可以直接秒杀 啃食小黄犁呢 小黄犁的大招耶 都不能秒杀 如果魅惑后呢 魅惑后伤害达到临界 一样会炸开来 缩小紫罗兰能直接缩霉了 气流水仙花能够吹霉 我猜的话 战术风扇肯定没问题 风滚草能撞飞 那滚石地砖也是可以的 春龙花菜大招踢飞 春龙幼稚大招可以击飞 火爆辣椒也可以 火焰地砖却不行 杰克南瓜呢 火焰豌豆大招呢 火焰藤蔓呢 都不行 金链梅可以直接变蘑菇 阳光鼠尾草也可以把双包小鬼直接给度化了 那么各位同学 你还知道 有哪些植物能够秒杀双包小鬼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